Hello各位 欢迎回到这位频道 今天这一集呢真的是改了又改的主题 我们来看一下你下个阶段的感情讯息 所谓的下个阶段就是你接下来即将会迎来的 感情未来 不是说你的下个对象OK是指你的下个阶段 下个阶段所以就是以能量来去做一个阶段性的整合的讯息而已 然后呢今天也不只会讲你下个阶段 待会的每一个牌组 开始在讲下个阶段之前 我会先用一些牌卡看一下你现阶段正在什么样的处境里面 那你可以自己判断检测一下 我讲的这个状态现阶段有没有符合你的状态 如果没有的话呢你可能再帮我重选牌OK 那待会呢 画面会倒数5秒 在这5秒内呢你可以先好好想一下你现在的感情状态到哪 然后5秒之后我会切换到选牌的位置 一样从中选一组就可以了 好的那我们先进入倒数5秒咯 好 哈喽牌组一 你们选到的是海兰宝的独角兽 然后我在看牌之前呢有稍微感觉了一下这个独角兽的能量 我觉得他给我一种很活泼很开心年轻的那种感觉 所以可能你现阶段正在经历的感情状态跟能量 是属于这种比较 轻松单一就是没有太复杂的那种问题的感觉 就是整体而言是还蛮活泼欢乐的 OK 好那我们来进入 先看一下你现阶段的感情状态 到哪边 好吗 你们先自己检测一下 然后我觉得这一组牌的人应该是已经有遇到对象了 所以你现在的状态应该是身边有人的 如果说你现在身边没人的话 你也很快会遇到那个对的人 为什么这么肯定呢 是因为我第一张 第一张 就翻到了这一张 看一下 30号的True Love真爱 List of is once in the lifetime 我想学一下我最近看的那个 Brigerton 英国剧 他们的英国枪 真的很浪漫 List of love is once in the lifetime Yeah 你现在呢 要嘛就是已经遇到了这一个 一生 注定命定的伴侣 不然就是说你即将遇到了 你看这个画面多么和谐 然后下面还有鞭炮 烟火对不对 所以很明显的是 你即将遇到 或者是你已经遇到 然后我刚刚第一眼还注意到这个人在这边 看起来有点诡异 但是 如果说 以生理性别男性女性来做区分的话 这边应该是生理性别男性 这边是生理性别女性 所以你可以自己检测一下你是属于哪一方 然后 在这个牌卡里面 我看到的 比较多的重点是男方这边的这个人 这个灵魂 这个小精灵 我感觉男方 他可能是一个 还蛮有 智慧的人 就是他 不是那种 都靠逻辑在思考 因为有一个小精灵 就让我觉得这个男方是很 很知道分寸的 很知道自己要干嘛的 然后他的 给人的感觉 也是属于 比较 成熟或者是 比较 有想法的那种人 所以 不论你现在是属于 一段关系的哪一个 哪一方 你是属于我刚刚说的 这个男方 还是你的对象是这个男方 你可以自己检测 看看是不是 有这个 对象存在在 你现在在的关系当中 OK 然后 至于这个 生理性别女性 那一方的能量 我这边没有感受到太多 目前还没有 所以 OK 先让你们看一下 第一张牌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下一张 也一样是检测一下 你现在的状态 下一张的话呢 有这一张 Indicard Destined to happen 就是说你 现在注定要遇到什么事情 太亮了 太亮了 我帮你们讨案一点 注定要要许什么事情 然后他说 Anything is possible 任何事情都有可能 Fight will find a way 就是命定的东西 注定会找到东西 来到你身边 Winning wrong won't you 你想要的 他也想要你 所以很明显的是 你的对象跟你站在同一条线上 我看到的是 他跟你在同个轨道 然后 你们要嘛就是遇到了 也嘛就是 快遇到了 这是一个非常注定命定的缘分 好 然后后面呢 接着一张的是 Winning wound Letting go Removing toxic energy Out of the O Releasing burden 就是说 你现阶段应该也正处于人生的一个释放转折期 你可能正在处理什么样子的问题 然后这个问题 这个课题是需要你学会放下释放 并把旧的 不好的 不好的不干净的不舒服的能量排掉 所以你也可以自己观察一下你现阶段是不是有正在做排毒的动作 不论是 你很长想要清理家里或者是你很长想要把东西归类整齐 或者是你很长想要拿扫具 买扫具 买清洁剂 或者是你很长想要去接触一些进化类的东西 你可以观察一下 然后你很长最近在做一个断舍离 不论是人际上的 还是是 环境上的 又或者是身心灵上面的 你可以观察一下 OK如果说以上上述 讲的这几点有对到的话 那你就是九层已经选对派了 我们就继续听下去 好 好来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你下个阶段即将迎来的感情故事剧情 我们先用一下这个 love compass 没有在money的牌 现在已经停版的牌来帮你们看一下 接下来你要迎来的是self love 第一张就非常的 old fashion 非常的 怎么讲 传统的牌卡 就说 你接下来需要 先练习怎么自爱 怎么爱自己 怎么照顾自己 这样你才可以在跟这个对象发展的时候 更健康更顺利 所以也许你 我觉得他突然给我有感觉就是 在跟这个对象好好发展之前 你会有一段比较是属于自己的空窗期或整理期 所以你并不会在这个阶段呢 有过多跟对方的交流跟接触 所以如果说你会觉得跟对方好像 有阵子没有什么 特别明显的沟通 那这个是很正常的 因为毕竟那个阶段就是要你比较偏 自我整理 或自我接纳的一个状态 所以如果说你现在在这个处境的话 你要知道你绝对不是走错路 或者是 你的对象没来 这个很明显就是只是一个暂时性的整理期而已 OK 好然后下一张是 Standing Toe 看一下这是什么 Predicting the way doesn't take a recent possibility Stand your ground The one-sided effort Oh Yeah 这边这个看起来就是在 你们要发展这段关系之前呢 可能 并不是这么顺利 除了刚刚所说的那个 自我整理的这段期间以外呢 有可能在这段关系的某一方或双方 感觉 不是这么积极 就是 有很多 太强的自尊心导致 导致可能要发展下去有点阻碍 又或者是说 其中一方或者是两方都有 没有很尽心尽力的 马上投注感情进入这段关系里面 所以 可能你接下来迎来的感情状态会是先要自我整理 自我 调整然后再来来到 学会接纳 你或他的 这种不积极 的这种 好像有点 没有这么往前的感觉 嗯 就是一个有点难老的阶段 我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 可能你现在就正在经历 不论是你 现在在关系中 还是是你没有对象 你可以都 借我刚刚所说的去 套用到你现在的人生当中 好我们继续看一下 哦 我们的转折点来了 Divine intervention You are being redirected from relationship and situation and long longer serving you trust the thing happen for greater divine purpose 他说 你现在正在经历的任何负面 或者是你觉得很诡异 觉得很奇怪的事情 这些都是为了更高 更美好的情况 未来意义所发生的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就是 那个什么呀 rejection is for your protection 就是翻中文有点像 负面的或者是 不好的东西 出现反而是为了保护你 保护你去认知到什么才是你 可以吸引来的 或什么才是你想要的 所以有可能你在 进入这个美好的关系之前 或者是进入这个 好的 状态感情之前呢 你会需要 重新转弯 重新绕 重新审视 然后并且放下一些 你可能不属于你的 负面能量 然后最后一段话是 everything is unfolding as issue 就是 很多事情呢 都慢慢的展开 随着他应该要展开的方向 有展开 所以 对 很明显的看到 你们会经历一个转折 在接下来的感情中 这个转折应该 你不会预料到 它会是慢慢的让你看到的那种转折 好 然后再来下一张是 reconnection This is a reconnecting or a healing of a relationship and connecting is reigniting rekindling 是吗 and reviving This could be a relationship reaching a different level Expect a healthy shift change or growth This may pertain to the healing of family issue Yep 这边的转折之后 就是重新跟某个对象 来到新的状态连结 然后修复以往的 负面能量 负面关系 所以 你会跟某个人有个重新的展开 没错 那这个人绝对是你已经认识的 或者是 你曾经互动过的 目前看起来是这样 好的 好的 我记得我刚刚好像有抽到一张 也是 也是指 past life 就是 这个人是你之前 遇过的 对对对对 Yeah 我这边有一张 reconciliation someone from your past is returning to your life 就就是 这个啊 我们刚刚从头到尾就是 一直感觉 你现在就是有对象 或者是你已经遇到了 或者是你快遇到 但这个快遇到的这个对象 也是 你已经认识的 不论是这辈子 还是前几辈子 这个很明显就是有个过往的人 重新在跟你有个新的理解 新的展开 新的状态 好 我待会会说你们接下来的展开会是有什么样的互动形式 所以我们不急啊 我们先慢慢来继续看一下接下来的牌卡说什么 You deserve love You are lovable 这个就是在鼓励你说你值得爱 OK 现在新的女神已经帮你指向某个对象了 她就是会跟着你一起前进的 你是值得爱的各位 And 喔 我们已经看到两次family 依旧的牌了 Healing family 依旧 You will love life benefits As you forgive your parents 所以 我再给你看一下 刚刚已经有出现两次family 依旧的牌 Reconnecting This may pertent to the healing of a family 依旧 所以 可能 好 你跟这个关系的转折 也会影响你自己家庭的业力问题 譬如说我举个例子 可能你现在在跟某个对象 经历冷战 然后没有办法 很正常的跟对方交流 那结果呢 你从小到大的家庭环境 你跟你爸妈也是这样子的状态 可能你跟你爸你妈 或者是你爸对你妈 就是有种冷战的状态 那 这个状态重复 出现在你现在的感情生活 所以你可以想而知 这个也许是你的家庭的 业力问题 所复制过来的东西 但他不是说 每个人都会 或者是影响很深 而是看你怎么去面对他 然后现阶段就是有在讲 这段关系会让你去解决这个业力家庭课题 可能不见得需要再继续背负这个署名 你可以藉由这个关系去转化转变 然后并且释放掉 YES 而且我感觉到间接的 你也会透过这个状态 来去改变你跟家里面的相处过程 如果说你跟你家人没有说很 友好的相处的话 也可以藉由这个状态去改变 这是一个很值得 宽慰开心的一个讯息 好那我们接下来 再慢慢来看到 你们之后呢 会跟对方有什么样的发展 先看一下这张牌 Turn on your heart light Reflay on a time when you experience love 你接下来会感受到很多的爱 很多的美好的爱 就是你会觉得说 我有被爱到 然后觉得很自由很开心 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有多少爱好了 先从这张 Hidden agenda 这副牌他会慢慢陆陆续续的去讲你接下来遇到的情境 然后还有对方会对你怎么样 譬如说他会 很爱你吗 或者是他会 要你出去吗 之类的 我们看这副牌他怎么说 所以他一开始的牌 不会太好 因为他是照着你 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个 优先顺序来讲下来的 Hidden agenda I don't want to reveal my true attention Yep 在这段关系当中一开始呢 可能根本 巴竿子 就是没有办法预测到对方的想法 你们可能会有一阵子是那种 瞎怎么想的那种感觉 就是 很黑 然后都不知道彼此在想什么 然后呢 也很多时间就是 误会来误会去的 就是 你知道很无聊的 人类爱情互动模式行为 好 然后接下来呢 Oh my god 前任 Cast of the ex I miss you Could we start over 所以很有可能 我们刚刚一直在讲的 就是这个人 你已经认识了 或者是他就是 你的前任 反正 这个人 很想念你 他很想要跟你有个新的展开 各位新的展开 然后呢 接下来 Friendship I think this is the beginning of a beautiful friendship 你们呢 会先像这个画面一样 就是很简单的啊 小小牵手 小小碰触 就是那种 很态修 很青涩 很甜蜜的那样 所以你会觉得说 好像还蛮有趣的 因为可能你们以前的互动 没有这么青涩 或这么的 简单 但是这个互动 反而让你觉得 好像回到了 年轻时候的自己 不认为你现在是有多操啦 反正就是 你回到年轻时候的自己 然后那时候的你呢 就很像在跟小朋友 谈恋爱一样 小学生谈恋爱 或者是那种 然后到真正谈恋爱 然后就很轻松的牵个手 然后就感觉很暧昧这样 所以你们可能会先经历这个时期 然后呢 再来才会有Mutual feeling I feel the same way 哇 你们会告白 你们会互相互通心意 你们的未来就在这里等着你们 然后再来是memorable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memorable that I've ever had 哎呦 Man 你们会一起出门 约会 然后创造一个难以忘怀的回忆 永生难以忘怀的回忆 所以 我们看到了什么 你跟这个对象会先 从朋友做起 然后再来到互通心意 然后再来来到约出去 并创下美好难以忘怀的回忆 这个真的是很 就是很传统的 爱情过程 真的很传统 而且是那种一步一步慢慢来的 然后没有办法快的那种 所以你跟这个对象有得 有得赔了 我跟你讲 真的有得赔了 好啦 慢也好啦 因为毕竟 那个慢工出细活嘛 对吧 好嘞 建议牌了 哎呦 哎你们这牌很屌诶 已经两次friendship了诶 我们已经不止 不止一次抽到一样的东西了 我发誓我没有 想要把他们抽一样的 我就只是单纯随便抽 然后就抽到一样的 那我看一下这一副牌 说什么 如果你发现 为什么他比较矮 这副牌比较短 是因为这是盗版的 然后他说我在那时候 还不会买牌的时候买的 但他还蛮准的啦 所以我还是拿来用了 OK但你们建议买牌是可以买这样版的 好 seek out your soul family surround yourself with positive people spend more time solarizing 这个人会是你的灵魂的伙伴之一 不知道你们信不信就是每个人都有灵魂家庭的 成员 然后这个人呢可能跟你之间有很深厚的情谊 情谊 情谊 随便啦 反正 他跟你之间有很深厚的羁绊 然后 他说你们可以多花一点时间去交流 然后不一定要很急促的进入感情 可以先从 单纯的友谊 因为这边friendship已经出现了两次了嘛 然后再来这个是 Anger 看一下这是什么意思 Savity Express your anger Use anger as a positive force Honor all of your emotion as a sacred 这个看起来就是你在这段关系 因为你们刚开始没有这么快进展嘛 你可能会很生气 就想说他到底是想怎样啊 就是 每次都觉得说 众人就是很难搞 他一点都不想要很快速的告诉你答案 所以你会很生气 所以这边的这个Anger 我想是理所当然的 你可能会经历一段比较生气的时期 就是一个人生闷气 然后你又无可奈恨 所以你只能揍你家的枕头 的那种感觉 然后他说 你可以拥抱你的这个情绪 并且 尊敬他你不需要去排斥他 就适当的让你的气出出来 把它出在你家的枕头上 这个是很OK的 好 下一张 Balance 看一下 他说的是什么东西 Take time to relax indulge a little more or less set boundary with your work 最后一张比较像是整体人生性的建议排列 就是花一点时间去 放松 然后享受你的生活 并且跟你的工作有一些平衡 就是不要全部都 把你的气出在工作上 花一点时间去 疗愈自己 或者是给自己一点 人生时间 享受的人生时光 Yep Balance 平衡 好啦倒数几张了 接下来的这张是 Forest Breeze 这张看起来是 很像是你们约会的场合 就是到时候你跟对方约会的场景 可能是在森林 或者是比较大自然的地方 又或者是建议你可以跟他约在比较大自然的地方 因为那样有促进你们 情谊 情谊的可能 sorry 这破音字我实在很不想再去查那个 到底现在破哪个音 所以sorry 如果我讲错音的话 Anyway 这个Forest呢 Maybe还要再讲的是 你接下来会得到比较多 放松 的感情状态 就是你不用这么积极 会这么的强迫自己的感情状态 这段感情是很顺其自然的 就是 很轻松的 很自在的 很nature 放松的就 走到走到走到 这样子 所以 这段关系 感觉是一个 可以很长期发展的东西 它不是一个很短期的 因为 我刚刚有说曼工出席活 这个东西绝对是耐用的 你们的感情很耐用 好 我想我们应该到最后了 最后的话呢 我用一下这个爱心牌 最后帮你们抽一张 给你现阶段的感情建议 好来了来了很快 唯有时间能证明一切 来 帮你看 Time proof everything 唯有时间能证明一切 YES 所以 你就慢慢等吧 有耐心的等吧 没办法 因为这段关系 看起来就是 只能读词 那 曼工出席活 所以 好 就这样吧 这个 应该是你们接下来的感情讯息了 那 我工商一下 最近呢 我要干嘛 最近呢 我接下来会去摆四集 然后会 摆很多 我的一些哩哩哩哩的东西 比如说手作的东西 或者是手作的 奥根 奥根独角兽 或者是 或者是 金字塔 或者是 那个什么 零百 水晶视频 那 你可以来看一下我的IG 文章都有公告 然后 还有 会在 最近好像有 我有开那个 新的 塔罗教学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看一下 以及 新开的那个 会员字 YouTube 跟Podcast 会员字 这个 你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欢迎加入 每个月呢 都会有 不同的影音内容 那这个影音内容呢 教的东西 也是挺多的 主要就是分享一下 比较灵性的 知识跟经验 这样 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看一下 好的 那我们就 花下一组 谢谢白组一的各位 祝福你们愉快 以及 接下来 一切顺利 拜拜 哈啰 然后排座的各位 你们选到的是 粉金搭配 草莓金搭配 玫瑰 搭配 红石柳的 独角兽 Yeah 然后呢 我在 感觉 这一个独角兽的时候呢 可能对应到了 你们现结状的状态 你可以听听看 是否属实 那我待会还会 再用牌卡验证一下 你现在的状态 这个 先从独角兽讲起好了 他给我的感觉 感觉是很复杂的 你现在但有很多忧愁复杂 或者是不安的情绪 可能是因为你不确定你的对象会不会接纳你 又或者是你现在有好几个对象可以做选择 或者是你怀疑你的对象有好几个对象可以做选择 或者是你正经历感情的灰色时期 就是 不清不楚 不明不白 不黑不白 就是有点 不太明显的那种时期 你应该知道感情就是那些阶段就是很不明显 比如说暧昧啊 或者是在选对象 或者是在犹豫的状态 都是这种不黑不白 不清不楚的这种感情状态 所以可能你现在现阶段正在经历这个 处境 然后我感觉到你们很想要努力 很想要 往上爬 很想要有所发展 就是这个欲望是挺强的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你越想要越有一种 得不到的感觉 OK 好我们先来用牌卡验证一下你现在的状态 这边第一章就是Waterfall 你现在的能量其实算满满的就是 你的确拥有能够给予爱的 能力 你现在的能量是足以去爱人的 而且 你也很用力的去爱人 或者是选人 所以 如果说你现在没有这么积极的话 可能你在未来会是非常积极的 想要去往下发展的类型 那如果说你现在就已经属于这样子的状态的话 那这一组牌绝对是你的牌 所以这看起来绝对是很用心的一组人 就是你在感情上面下的功夫是很多的 然后也有很多血很累 辛酸苦 是可能你的对象根本就不知道了 我觉得你有点单恋 因为这个瀑布看起来就是很单一 好 然后再来的话还有一张 Sunglasses Stocking Searching for you Perception Focusing out 这张可能暗示说你现阶段呢 有一些暗恋对象 正在观察你 所以要嘛就是你丹恋别人 要嘛就是别人丹恋你 OK 有可能同时这两个处境都有 或者是其中一个处境有 所以我不确定 但你可以知道的是 在你现阶段的状态当中 有人丹恋你 或你丹恋别人 OK因为我们现在正在做现阶段的状态 厘清 那如果说我讲的属实的话呢 一样我们继续看下去 好 再来的话我们看一下这个好了 诶 等一下这不是跟牌组一样的牌吗 看一下这是跟刚刚一样的牌 Turn on your hot light Reflect on time 会因为Experience love OK 我又要重复讲牌组一讲过的东西了 就是你接下来呢 会体验的是很轻松很自在的恋情 然后也许你的过整个过程 你会是很快的就度过的那种感觉 你并不会觉得这个过程是 很久很漫长的 所以也可能反之的意思是 希望你能够去好好享受整个过程 因为第一张Waterfall就是一个很自然的牌卡呀 可能你应该要做的是享受 而不是强迫 你知道吗 因为中间的那个Sunglasses 有可能蛮强迫型的 就是说 maybe你很用力的在找对象 又或者是很用力的在 找你对象的所有资料 我最近那个抖音上面很流行就是 有一个POV POV那个 那个女生就是在找对象 然后走走走走走 很快很快很快就找到那个对象 可能你现在这个状态就有点符合你的状态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很用力的在找对象 的所有资料 或者是一直暗恋某个人 看起来就是很用力 可是这边看起来就是应该要 比较轻松 或者是不要这么强迫性 OK 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好如果说刚刚所说的东西 又符合你这样的状态的话 我们一定要继续看下去 那如果没有的话 maybe 有可能选错牌 或者是你可以再继续听听看 什么你要的讯息啦 好 首先这边有一张chemistry The chemistry is so strong It's setting my mind on fire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画面就是有两个人对不对 所以你接下来会感受到 与某个人之间的激情 哇这个激情呢 可能很难去抵抗 你看这个画面多么的和谐 很 Sexual的那种感觉 所以 maybe 你接下来会跟某个人有一个 很 无法抗拒的激情 燃烧在你们两个人中间 然后 Ocean I've been full 你们之间的感情会是这种很激烈式的 流动 就是 我帮你们有没有交往过对象 然后 你跟这个人之间的能量场 流动能量场 你是能够感觉到的 就是感觉 你们之间有一个围绕的能量 你也可以感受看看你之后跟这个人就是有一种种围绕的能量 然后这个围绕的能量是很强烈就像海浪一样 泼过来泼过去的那种感觉 所以你可以感觉一下 而且 你跟这个人的感觉是很新的就是 他给你的感受是很新的很 体验性的很有趣心的 他 不是一个很无聊的对象 你接下来遇到的对象应该对你来说是很新鲜好玩有趣的 OK 好然后接下来呢 OMG Physical Attraction 这跟我们刚刚说的一样 I love all you curves You are my best A definition of perfect 我们刚刚说你们这边会有激情对不对 那这边的Physical Attraction 明显就是说 你们 会 互相因为彼此的外貌而 吸引有剧烈的那个 电池火花感你知道吗 就是那种 人与人之间摩擦的感觉 所以呢 你可能 Maybe 会有一夜情喔 我感觉 又或者是 你会突然的 跟对方玩得很开 Yeah 可以感受到这股能量 我脑袋都画面了 我的天啊 好来 再来是 Obviously Attract So similar Yes So different We are perfect together 我觉得你们一开始是 并不太熟的 或者是根本不会觉得 彼此可以 这么的 亲密 因为你们之间相差 也相差的点很多 但是 一样共同点也很多 所以这难怪是你们互相吸引的原因 然后接下来 Rough Star Our first day wasn't the best But it doesn't mean we can try again 所以可能你们在交往的过程当中 我们这边交往不一定是说 一定要 双方交往 而是 Maybe 你们在互相来往的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有一些比较难的开始 比如说可能第一印象不是很好 或者是比如说 第一次接触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暗时 然后导致说 印象就有点差 所以如果你们之间有一些比较难开头的情况 或者是比较难的最近的发展的话 这个还蛮正常的 我会觉得这个难有可能是因为你们彼此还不确定到底要不要往下发展 甚至你们彼此都没有很确定 关系会走到哪 所以才难 但这个难呢 会终究因为你们之间的相互吸引力 或者是因为这个激情 而有所往下发展推动 所以我觉得你不用太过担心 好 然后再来有一张 Lapt on say Although we never say each other we both knew Yas 你们就是会有一种 不需要讲 但是彼此都能够感觉到的 共感在 所以你跟对方 我目前是还没有很确定 你们发展到哪个阶段 但是 你们看起来有共同 互通心意 而且有共感 很难得的共感 因为 这辈子很少有人 就是你不需要开口讲话 就能够立即理解彼此 而你们 能够在刚开始的互动 就做成这样 所以 应该还算是蛮 对你来说 新奇的一个对象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一些 拍卡讯息 make the effort OK 我没有重复了double词 我发现我的灵魂真的很喜欢 抽 同样的词 在不同的排卡当中 刚刚第排主意也是同时 有好几个相同词 在不同的排出现 然后这边你们也是 刚的Waterfall不是有effort吗 然后这边有effort OK 他说什么呢 Great love is worth taking the staff you are guiding to take 我觉得好你如果要这段关系的话 你需要付出一点努力 这段关系绝对不是你 你都不动 对方就会动的类型 这个是双方都要一起下棋的关系 当然啦 你可能会想说 他都不动 那你动干嘛 又动个屁啊 那种感觉 但是 你要知道 如果你 反正就是感情关系里面 一定要有一个人先动 你又不用那么的 那么的高高在上 想说自己就等着被人家抱 等着被人家亲 我觉得这个完全不符合道理 你就是应该要 自己有个动作 不论是你应该在什么时候动 你应该要动作啦 Make the effort 好然后下一个建议是 Unrequited love There is not enough attraction or chemistry to keep this relationship going 我知道为什么我一直没有看到 你们到底进展到哪一个阶段了 因为我感觉你们一直没有很 肯定 彼此到底是要 走到哪 走到结婚 还是走到交往 还是走到朋友 还是走到情人 你们一直都不太愿意去说 或者是 不太愿意去肯定 你们就只是互通心意 然后互相共感 可是又 不会说很肯定 一定要走到哪个形式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你们各自都是那种 比较喜欢 自在的人 随性的人 就是不太喜欢 太专一 或者是很肯定 所以呢 你可能跟对方 会有一段时间 是感觉 很难再有更多推动的 这原因是因为 你们都还不太确定 到底应该 走到哪个阶段 OK 如果说你想要跟他再走到 往下 肯定的阶段 你就得付出努力 你就得知道你要的是什么东西 所以他这边有一张建议 牌是self love 就是自我爱自己 也很老生常谈的一张牌 你必须要爱自己 你必须要懂得自己 你必须要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所以说如果你 认为这段关系 很有发展性 虔诚性 你也想把握的话 那 Yeah 这是一个值得把握的 看起来是 好 然后再来这一张 Playfulness To recapture romance Allow your inner young Yungseful Yungseful 什么意思 Sphere of fun to shine Yah 我们刚刚在这段关系当中看到蛮多好玩的激情 或者是有趣的 连结 可是这些连结都是好玩的 有趣的 就是很年轻人 就是很年轻人这样 那个 青少年火热的那种心的那种感觉 感觉好像没有很 英文叫committed 就是没有很肯定的感觉 没有说一定要 有契约的那种关系 所以 我实在觉得我只看到 你们接下来就是一个 很好玩很有趣的感情关系 然后很激情很 开放式很欲望性的那种展开 Yum 至于到底有没有 最后肯定定下来 真的是 无解 无解 看你们啦 好啦所以最后 不是最后 我们还有几张牌 passion 就说 有很多情况 还未知 在这段关系当中 真的有太多 无法去 详细看清楚的未来情况 出现 所以呢有可能有很多 东西还没办法这么明显 所以这段关系需要一点时间 不论是这段关系 还是你自己 的确都需要一点时间 我看到的是 可能现在两个人都没有说很 明显的肯定要的是什么 那可以说你接下来可能会经历这样子的状态 好 然后我们接下来还有一张 Tile of sadness grieving a loss Longness wants more out of life 我觉得你们的心的确 我刚刚一开始好像有说 感觉你是已经 开始愿意去 把心给别人 把爱给别人 把东西给出去 可是呢 你又有一种好像 给的越多越 觉得自己空虚的感觉 或者是觉得自己 越难确定的那种感觉 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种feel 就是明明 明明就跟别人互动的时候 可以很轻松的给爱 可以很轻松的给对方感觉 可是当自己一个人 假装去 坚强的那种感觉 假装坚强 假装想要怎么样 假装想要吸引什么样的对象 可是其实 实际面来说 你根本没有想要这样 我觉得你真的应该要好好的去 厘清一下自己要的是什么 这边真的很明显有这样的讯息 因为当你不太确定 你要是什么的时候 那你吸引来的对象 或者是接下来的发展 就是 会是你现阶段的能量所 演变出来的状态 所以 当你越确定的话 当然未来就会改变 所以这边看起来是 你现阶段的未来处境 不过还是有可变性的啦 好然后接下来这张是 SURPRISE 惊喜 Ephiphany OK 这段关系的确是那种激情性的 所以你接下来遇到的这个对象 或者是你接下来的感情发展 或是激烈性的 激情性的 好非常的充满惊喜的 好玩的 有趣的 好然后再来这张是love bond Emotional connection Unbreakable bond Reciproactive love Falling in love 有没有 有没有 喔 这个对象 跟你之间真的是有一种 难以忘怀的暧昧氛围 很刺激 很好玩 很新鲜 好 好 OK 再来 Embrace love Express love through life Do gift A small token of love can convey great appreciation Terry love Terry love Gift 这边这个surprise也是有同样的东西意思 Maybe这个人你的对象会在不久的未来送你礼物 或者是你们都会各自从彼此身上得到难得可贵的经验 跟体验 这一段关系是很有趣性的 然后你会觉得 很 真常的 OK 但至于会不会往下延伸发展更多 真的是 无法看清楚 好 最后倒数两张 Gentleness Be kind to yourself and other Honor your gentleness Speak word of the Love 我觉得这边实在是体贴啦 翻译过来的话 我觉得比较像体贴 或温柔对待自己 YES 我觉得你这个整个拍卡都有一种很 就一开始我不是有说感觉很强迫性吗 感觉你好像很急切性 强迫性的想要 视情视态 往什么方向发展 可是这边真的是没有办法强求太多 你可能得先 慢慢的让它往前 然后你不需要做太多过多的 牺牲或努力 当然有一些努力是必要的 因为刚刚有看到一些努力是必要的 但是不要太过多 太强迫 就是强迫到你都觉得自己内心 被偷空的那种强迫 你知道吗 所以我觉得这边还是 对啊最后建议就是给你自己的 温柔对待自己 温柔对待他人 你不要太过于 对自己严厉 你就享受这种关系就好了 好 最后啦 我们来用这个爱心牌 我帮你们抽一下 近期的 建议 给牌组二的 建议 友谊在你们的关系中 培养友谊 你们的恋情就能大幅改善 我想这应该不用再翻译更多了吧 这应该字 字上就已经很明显理解了 然后还有一张 信的结合 这个不会那个 这里是尊重彼此的地方 你们会结合为一个永和不朽的灵魂 你们将在此找到真正的幸福 信幸福吗 我的确也会觉得你们好像接下来会有幸幸福一样 好就是这个性生活呢 应该是挺多才多姿的 哇 这个祝福你们喔 牌组 牌组二 感觉接下来应该会是个 让你感到开心的连结 但会不会永续 就不一定了 看你们接下来的发展 OK 所以这大概就是牌组的讯息了 那我再共享一下 最近呢 我即将去摆市集 欢迎你们来找我 市集内呢 会摆一些我自己手作的东西 包括 这个 独角兽 或者是 水晶的 手链 项链 或者是一些 手作物品 可以欢迎来找我玩啊 我的 地点呢 一样都发在IG 你可以追踪我来G 看一些最新贴文 就知道在哪了 然后呢 最近也有开放会员制的 podcast 跟YouTube 你如果对于我的内容很有兴趣 可以再继续追踪 或者是订阅频道 或者是加入我的会员 会员每个月都有不一样的 灵性内容 智慧知识经验 可以 让你们 认识 或是分享给你们听 那 还有 最近也有开那个 新的 塔罗斯教学 如果你对于 这个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 也可以来报名 虽然现在呢 有蛮多人报名的 对 但应该会依照 来的先后顺序来去排散课事件 OK 好的 那以上大概就是 所有牌组的内容 希望有帮助到你们 然后祝福你们接下来开心 愉快 幸福 自在 OK 我们下一组罗 拜拜 拜拜 哈啰 排组三的各位 你们选到的是 黑药石跟紫水晶的独角兽 我刚刚在看这个独角兽的时候 为什么我要先讲独角兽 是因为 你们选到的东西 说不定跟你们现在的状态有关联 那我们待会一开始呢 会先讲一下你现阶段的爱情 阶段在哪 你现在的处境 然后你对应看看 是否属实 如果不属实呢 或许这个牌就不是你的牌 如果属实呢 你就可以继续听下去了 就是当一个验证讯息这样 他改我的感觉就是很像在外太空 然后很 独特 很特别 我感觉你是一个很需要被 呵护 然后 独一无二宠着的人 就是你连你想要的感情 也是那种跟别人绝对不一样的 你会感觉自己好像 想要的恋情并不是一般的 也许婚姻 也不是一般的 可能走到白头偕老 就是可能一种 你想要的那个阶段 这当我想要水瓶座的能量 因为水瓶座的能量都还蛮 有这种 独特的意识行为的 所以可能你现阶段 是真的很想要有一个新的突破 或者是一个 完全不一样的情感状态 或者是你很想要有新的对象 有可能这是你现在的处境 那 还有一些别的牌卡啦 有看到一些有可能是你们牌组三的处境 因为我在牌组三的 能量里面我觉得好像不只有一个 状态 比如说就是单身的人都看这一组 或者是就是有对象的人看这一组 我觉得这一组牌的人比较复杂 所以呢我会用能量的方式去 讲述你现在的处境 OK你轻轻看 我刚刚首先有抽到这一张是 爆炸恋情 Trouble relationship Explosive situation Lot of disagreement Bad combination 我觉得这是已经遇到的事实 对少数人来说可能是还没遇到 但即将遇到了 但大多数人应该是已经遇到的事实 就是你现阶段已经经历过了那种 对你来讲很多问题的 伴侣关系 这个很多问题不见得是对方问题很多 说不定就只是单纯你们之间有什么 不同的 点 不同的想法 导致这段关系 它是比较复杂的 或者是比较 问题的 然后业力的 好像有很多失望的 很惨的 那种感觉 所以有可能 你现在正在经历 或者少数人 你即将经历到 而且呢后面有一张现在的处境状态牌是长这样 Winter solstic 我感觉你的内心根本就是 那个 心如死灰的那种感觉 就是你的整个心是很平静的 你一点都没有 在感情里面感到激情 热情 独一无二 你一点都没有 就是觉得 就这样啊 难道我只能这样了吗 我就 很冰啊 你整个内心是冰山的那种感觉 就是没有办法有 任何的激情 或任何的 火花再滴出来 所以 难怪你会选到这一组牌 因为这一组牌你真的很想要有一种激情 或者是有一种闯荡的感觉 可是偏偏你现阶段的处境就是没有 你现阶段很多都是让我觉得你好像一直在 反省人生一样 或者是隐居山里面一样 基本就是无人问津 或者是没人没人瞄你 或者是你会觉得 就算你现在有对象好了 你也会觉得就是很 心如死灰 或者是就是完全没有那种 激情的感觉 根本就是觉得 超级无聊吧 又或者是你现在的关系状态来到一个比较 冰山时期 就是什么东西都跟 冷冻库一样 很难有火花 很难有热情 很难有激情 这样 OK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会比较不一样 因为毕竟 有低就有高嘛 有多就有少嘛 所以你接下来应该是会 走到 不一样的状态 你不会再是这样子的 OK 所以 这个如果有佛 你现在的处境的话 就继续听上去 来你接下来的状态 这边抽到了一张 Creativity Unlock your creativity Creative solution You need it Express yourself 就是接下来也许透过 透过一些 变化 沟通 或者是你 日常生活的一些改变 就是每个人日常生活都会有过多或少的改变 不论是你每天都只是做一成不变的工作 还是是你每天都只是那样子打扫家里 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改变出现 譬如说 你突然感觉今天比较热情 或突然感觉今天比较兴奋 或突然感觉今天想画画 或突然感觉今天想跳舞 就是你可能会藉由一些很细微的 就是一点都没什么太大影响的事情 而去改变你的 整个能量状态 然后你会藉由这一个改变 来去解决 刚刚的这种 冰山时期 这种 冷冻时期 你的感情会开始有些 活跃性 会开始有一些热度 会开始有一些有趣 所以 雖然我目前还没看到说 这个有趣是怎么有趣 是跟人家 BOBO还是说跟人家拥抱 不太确定 来 我就是说现在我们先用能量的方式来讲 就是你接下来感情会是比较有趣的 会是比较 有兴奋度的 比较有感情的那种感觉 好 接下来是 Practice competition 那在你进入这个阶段以前呢 你现阶段必须要好好的去 仔细观察 现在所经历的每一个当下 每一个感受 Seeding from a fresh perspective 你看这个人就是这样 他即使 可能已经活在身里面很久了 他还是会 花出时间去跟 旁边的这些 鸟啊 或者瘦啊 或者是花草啊 去聊聊天 所以意思就是说 即使你现在觉得 每天日常生活就是这样 很无聊 感情也是 但你还是可以透过这些 细微上面的 生活改变 调整 比如说你今天突然走壁 一条路会突然你看个花 或你突然看个鸟 之类的 看到阳光之类的 你就会觉得好像有点不一样 所以这边 在你 进入刚刚所说的有趣那个状态以前 你可以做这些细微上面的调整 就是开始注意一些 你平常不会注意的 或做你平常不一样的 藉由这个方式 你可以调整你的能量 然后 进入这个比较有弹性 比较有趣的 生活模式 或感情方向 OK OK 所以呢 接下来呢 我就抽到了这张 New Love 新的恋情在等着你们 这个新的恋情不一定是新的对象 也有可能是你跟你现在这个对象的 新的感情状态 就是你们本来也许是很冰山 但是接下来会有趣 会开始有更多互动 会开始有更多连结 OK 这个New Love 让我不觉得说一定每个人都是新对象 有的人可能就是你跟你对象有个新的 阶段来临 然后这个是有趣的 OK 他下面说 Embrace an opportunity for love in your world for space or for spiritual growth 这个新的展开对你来讲是 涉及到你个人的人生成长以及智慧成长 零性成长的 所以为什么你会经历这个状态这个阶段 看起来 也许是为了让你能够更 重新认识一下你现在的生活圈 或你的 生活的 过程 可能可以基于有一些细微上的改变 但你不觉得可以改变 所以 yeah 来我们继续看一些更细的东西 我们看一下这一副牌 刚才有讲了一些比较细节上面的 譬如说会经历什么样子的情感状态 这边有一张romance I'm very romantic and I want you to see this side of me OK 接下来的你们会经历像画面中这样 谈情说爱罗曼蒂克的这种氛围 所以要嘛就是你跟你现在的对象 走到这个下一个阶段 要嘛就是说你可能会有新的对象 然后他跟你之间会有像这种很约会啊 然后感觉很 浪漫的这种 情绪氛围会出现在你们的未来 OK 然后 再来 Ego Eju You are so amazing I'm trying not to self-subtouch and let my fear get the best of me 哦 原来刚刚有说要你们从细微上面开始注意 也有另外一个印象 就是 也许你在接下来进入这段关系 这段阶段 这个有趣的感情状态以前 你可能会觉得 很害怕没有办法好好的展现自己 或者是很害怕自己会毁了这段感情 或者是很害怕 自己配不向对方 所以 或许现在的低潮 或 这种冰山 这种 无聊 反而能够让你看见你自己的 有趣 独特 好玩丰盛 而藉由这个方式去爱自己 再来才能够在面对这个 接下来的感情阶段的时候 再更顺利的发展的那种感觉 所以可能你会 有一点点自卑的心态 或者是觉得很害怕自己做不好的心态在这 OK Unlike the rest I love that you are different oh yeah 你们的对象喜欢你的不一样 你们这个 你们这组排的人就是喜欢不一样啊 就是不想要 都同流合污 是都一样啊 然后你的对象也就是喜欢你的不一样 所以 你看起来就是 做你的不一样就好了 你也不用去害怕他不接纳你 他看起来非常接纳你 你们的下一个对象 下一个对象 下一个爱情阶段的那个人 他很接受你 OK 好再来这个是 I want to lavish you with attention and give it the best 喔 我们刚刚一开始就说你是很想要被呵护的 很想要被 独一无有照料的 这个接下来你也是被这样子对待 他很想要 让你把所有的关注力就放在他身上 然后他也会给你最至高无上尊荣的那种 相处 过程 带你去吃高级餐厅啊 或者是带你去 呃 其他地方你没去过的地方 或者是带你去走一些你 期待很久的地方 感觉像 就是把你当公主或王子那样啊 来 接着呢 有一张 Poliveness 我们刚刚有说你们接下来有点有趣 对不对 这边也是一张又是一张double肯定的牌 是有趣的牌 To recapture romance and allow your in the ilms for spirit of fun to shine 呀 很开心很愉快很快乐的去 在接下来跟这个对象又说往下发展 然后这张 children your love life is being affected by children 上台有小孩子的意思喔 我不让你们对于 小孩是不是有这个感情问题卡在你现阶段的状态里 这个小孩也许是真的人的小孩又或者是动物 动物也算动物小孩这样 所以可能你现阶段的感情有卡住这些动物小孩子的问题 所以他这边有说 你现在可能被这个问题给影响了 嗯 嗯 这个 问题影响的 原因或者是影响的范围 他 并没有说原因但是他的范围给我感觉是有好有坏 坏的话有可能你会因为 这个小孩或者是动物小孩的那个问题 而让你们的关系可能没有办法弹性发展 又或者是好的方向就是说 你跟对方可以透过小孩子的连结 不论是动物小孩还是真的小孩 来让你们之间的关系更紧密 所以我也不确定到底是真的是 都对你来说有好影响 还是都坏了影响 所以你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是不是你们的关系上面有什么 小孩子或者是动物的问题 OK 好 再来下一张是 Deception Someone is wearing a false self Mask in this relationship 我们刚刚有看到一张 Ego Ego 那一张就是感觉 你很害怕他不爱你 或者是害怕他不接纳你 害怕他 太完美了 让你觉得 他没有办法驾驭你 你就会觉得自卑之类的 所以这边的Deception 也让我觉得说 可能在接下来的关系里面 你或者是对方 都会不 就下意识的吧 下意识的不知不觉就是 把自己用成另外一个面具 去对彼此 啊原因就是因为怕 对方接受不了 怕对方 不喜欢这样子的 真实的你 所以才要 Wear your mask 才要有一个面具在 然后他这边不是说骗喔 他不是说欺骗 不是说 喔我 骗你我有家庭 或骗你有过婚姻的那种面具 不是 他这边的面具是好的 好的面具 就是怕你不接纳他 或怕你 受伤 我觉得你们也是啊 你们也是会怕对方受伤 或怕 对方不接纳你 所以就有戴这个面具 可是 呀 没关系喔 这边既然这个有排出现的 就是让你理解 你 如果是你有这个问题的话 我们刚刚已经有说过了 你不需要如此 对方可以接纳 独一无二的你 OK 喔 然后再来有一张 Sexy lover 你们的对象很 Sexy 不论男或女 就是很Sexy Sexual chemistry 就是你跟他之间的外在 是互相吸引的 就是非常的有那种 一见钟情的感觉 Deep passion Sexual longing 而且你会想 就是感觉很像 想要整天都跟他躺在床上的那种感觉 OK 难怪会有pleaveness 然后还有小孩子的问题 你们要注意一下 会不会有小孩好吗 OK 再来 下一张是knowledge Learning lesson Expanding awareness Inside on love Funding to learn 也要 你们的关系 现阶段就是 给我的感受像从低到高 从一个比较低迷 比较没有弹性 再来到有弹性有趣好玩 所以这个状态 对啊对你们来说就是单纯当学习 因为爱有好多课题 因为爱有好多课题需要学嘛 你应该也懂得 感情真的有太多课题了 好 再来这边有一些建议派好 Courage You are safe fear in illusion fear is an illusion sat strong boundaries 有勇气的去面对接下来的 呃 路程 因为你们的路程可能是需要先把你变得比较冰山比较低迷 然后再带到比较激昂比较有趣的 氛围里 所以这个Courage可能是希望能够该给你一点鼓励啦 然后再 Delight Count your blessing and enjoy life 好就是 享受你的生活 然后尽可能的把快乐 关注在一些很微小或者是很简单的事情上面 任何事情都 看向比较正向 或比较积极的方向 yes 这里的牌里面的确有蛮多负面能量的 譬如说觉得自己没有用 会觉得自己不会被接纳 或觉得自己自卑 我觉得自己必须要 有一个面具去让对方认识自己 又或者是可能觉得自己没有办法遇到对象 或者是觉得自己很冰山哪有人懂你 你有很多这种 想法 可是这边真的 提供了蛮多 温暖的言语 就是说你不需要这样子 因为 这个过程他就只是一个在学习的过程 但 你不需要被这个标签定义 你自己一辈子就是这样 你当然可以接纳这些负面的东西 他可能就是暂时的你需要学习的过程 但是你不要让这些负面的东西成为你的标签 成为你一辈子就得如此 或你就是这样子的人 No 这边希望你能够 慢慢的去打开 心胸看到一些 比较不一样的 或者是注意一些 比较细微的 或有趣的 让你知道 你也可以 享受 这些 接下来会是一个 蛮大幅度的转变我觉得 因为毕竟那个能量是180度大转弯的感觉 oh my god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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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eamer movement yeah 有动了有动了 有动了 有move了 哎呀呀 有move了 你看前面这张 完全没move了 你们现在就是这样 死水 死水好不好 然后接下来会怎样 有move 有动 你们的 能量是有流动的 感情是有在流动的 所以接下来 会有一些新的 突破感情发展的 OK 好的 嗯 这篇内容大概就是你们接下来的 下个阶段感情的状态啦 希望有帮助到你们 那如果你对于这篇的 讯息有兴趣 还想要再了解更多 你可以再看我其他的占卜影片 或者是加入我的频道会议员 每个月呢都会有 不一样的影音内容 也是讲一些灵性 或者是塔罗的东西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也欢迎加入 然后我在10月21 22跟11月的12会 去参加日集 在高球流行音乐中心 会摆摊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看一下我之前的影片 我有放那个 分享的影片 让你知道我有在摆摊 你可以来找我 yes OK 那我们就到这边啦 希望有帮助你们 我们下一组 拜拜 拜拜 哈啰 牌组4你们选到的是 上面有单全石 有紫金跟紫离灰的 独角兽 然后我感觉 因为我刚才抽牌的时候 我就是 突然听到一段歌词 你知道吗 说不定这个是你们的现况 但 我待会还是有一些验证牌卡 去确认你们的现况 所以你可以 借由这边来去验证一下 有没有符合 不符合的话呢 或许不是你的牌 如果符合我们就继续听下去 好吧 我觉得呢 你们现在 已经正在恋爱中 或者是已经正在 春心萌动中了 我不确定这个恋爱中 是不是包含你一个人的幻想 就是说 今天即使没对象 你还是很有很粉红泡泡的氛围 你就是 非常的想要遇到人 非常的想要跟人 有交集 想要去谈恋爱 这也算是粉红泡泡的一种 就是感觉你现阶段的 状态是属于 极度想恋爱的 也许你也已经正在恋爱中了 那种感觉 然后我刚听到的那段歌词就是 Something about it Can't deny 就是 这件事情我没有办法去否认 然后我觉得 非常的激动这样子的感觉 这一首好像是 Killing me good Killing me good 就是 最近好像韩国很有名的一个 一个一个 歌啦 我有点忘记他的 那个 唱的人是谁呢 反正就是他这首的歌词 突然出现在我脑海里 Yeah 然后呢 我接下来有些验证牌 这里呢 就有一张完全符合我刚刚所讲的 的那个 状态的牌卡 代表你现在整个就是 像这个人一样 你就喷火 你就是超级想要恋情 超级想要激情 超级想要热情 超级想要爱的 然后你也已经正在这个状态里面的 无论是你 有没有对象 其实你就算没对象 你还是很想要有这种感情 很想要有这种激情 然后如果说你现在有对象的话 可能现在就处在于这种 春心懵懂的状态 非常的 我觉得 可能恋爱氛围很够啊 好 然后这边有两张是 Codependent unhealthy choice regret OK 我们先看这张 overindulgent 我有时候英文啊 那个念法有可能会稍微不一样 sorry 因为 我懒得再去查他的那个整整拼音了 addition shadowwork 这看起来魅力是你现在 极度的 上瘾 某个 状态里 不论是你 可能最常见的 信 信誉嘛 信誉会容易让人家上瘾 又或者是你很常见的 可能 都只想要围绕在一个人身边 的这种上瘾也算 就是可能你在 现阶段的 感情状态里面 太粉红泡泡了 粉红泡泡到你总是可能 忘了正事 忘了其他事要做 然后总是在想了某个人 总是在 总是在 粉红泡泡的幻想里面 不论是你有没有想别人 还是你一直在想未来或远方出现的那个人 就是 哇你的能量是整个很幻想啦 有幻想也有实际的 反正就是你现在整个的能量真的很 很贪 很想要有欲望 很想要去体验 这样 OK 好 那 我们如果 这边刚刚所说的东西符合你的状态 那就继续看下去吧 我们先看一些 呃 这个好了 这个是比较细节上面的 就是你未来会遇到的详细的 爱情故事 爱情事件 可以先看第1章 break do something has shifted every now seem to make perfect sense 可能在接下来你的所有幻想不再只是幻想了 他会有一个很明显的 改变 改变 或者是突破 所以有些东西呢 可能会开始慢慢的合理 就像是 你人不会突然 无意之间有这些这么多欲望存在 一定是 接下来有什么远程的东西要等着你去启动 所以你才会提前身体有了这些感受 有了这些能量在运作在你的内心 所以不论你现在到底是不是真的感觉到 刚刚所说的那些热情激情还是说你觉得自己的幻想特别多 那可能都是在暗示说你接下来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因为我觉得身体是很有智慧的 他不会无缘无故出现某个感觉 他一定是有什么先造 或者是你之前做了什么事情而遗留下来的感觉 所以你可以自己体会看看你这股感受是新出现的 他并不是被过去影响的 而是被未来所 征兆的 还是说这个是过去 残留下来的影响 应该自己感觉看看 反正总而言之你现在的这个状态会有一个很明显的突破 OK 然后这个突破我刚刚觉得有可能跟一个 原谅谅解 或者是 体谅 离让 或者是 那个什么 突然意识到什么有关 这个突破可能跟这个东西有关 因为这边有一张apology 有可能是说 你的这个突破包含 接下来有人会跟你道歉 或者是 你自己需要跟别人道歉 又或者是你自己需要原谅 某个 事件 某个人 人生生命中的某个事件 当你原谅了 当你瓦解了 当你试图 放下了 开始就用比较大爱的心去看他的时候 这就是你的突破来临之计 OK所以 你会想说我干嘛一定要这样子做 这个突破会带来什么美好的东西吗 这边目前还没看到啦 反正就是总的这个突破 或是跟这个东西有关联 OK我们把它放在旁边 好的我们接下来看 Pick up I'll pick you out and be a gentleman OK 有人呢 其实 在进 我觉得这个蛮 蛮快的 就是大概进三个月内 的未来 他会 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 不论是你现在有没有对象 我感觉这是一个新的对象 不论你现在有没有恋情 就是未来 你看这边有人 他就是正在等着你 而且 他说他会是一个对的人 他会是一个 真诚的人 True Gentlemen OK我不确定他是不是男性 但 不论他的 性别是谁 他都是一个很真诚的人 以目前 当 当时的 当开始的情况来看 他会让你觉得他是很真诚啦 OK所以如果说你现在没对象的话 有机会在未来会遇到对象 那如果你现在有对象的话呢 也有可能有机会在未来遇到对象 所以就看你们知道怎么发展 Oh my god Oh my god 这是一个很美的牌耶 Wish come true Your dream come true Your eye You are all I ever wanted 就是你在未来呢 你的希望梦想会成真 可能你就真的在过去真的有许过 愿望想要真命天子或天女 或者是那个对象赶快出现 然后这边你的梦想成真的 所以如果说你有这个愿望在过去许的话 这边可能是再给你double确认 YES你的想法已经正在路上了 好然后接下来有flirting I'm hoping my flirting doesn't go unnoticed I like you 有人呢会对你展现这种粉红泡泡氛围 所以我说完你们的那个感觉 你们那个春心萌动的感觉 真的不是空雪来风 真的是有一个非常 可能的未来已经在等着你 所以你提前做准备你知道吗 所以你接下来会有被人 可能曖昧 调弄 你就是那种氛围 哇我这个整个感觉就是很 心很痒你知道吗 我看一下这边的这个牌是什么 Oh my god 直接这么快的吗 engagement Your love life is ascending to a higher level of commitment 很明显哦 这个真的已经很明显 你的这个未来的对象 出现的这个对象 它并不是单纯 这是一夜情的类型 它是比较长期性的 但是可能想要跟你有个比较远程的发展 engagement就是可能 maybe什么样的 形式交往 或什么样的形式发展 他会跟你讲明白说清楚 OK他是一个Gentleman 以目前来看没错 可是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一种 感觉 这都只是表象 因为刚开始 谁都会表现得很好 就像你认识谁 刚开始他都很有礼貌啊 可是过了之后 过某段时间他就露出本性啊 所以我觉得可能这边还是要稍微注意一点 因为这下来我抽到这张 Pay attention to the reflect The signs are causing you 就是有可能 这个情况 不见得 都只是表面上看的那么好 可能有事情是需要你 再 再三注意的 OK我待会会再帮你们细抽看看这个要注意的是什么 OK我们先继续看 比较轻松的 Let's stand in tonight 这个你们两个人就是一起看剧嘛 然后一起放松嘛 然后 就感觉很 进展顺利嘛 然后也许就是到了某个地方去一起 快乐了 Chemistry The chemistry is so strong 你两个人之间的连结 就是 怎么讲 很像是你 刚认识某个人 然后你就跟他打得很火热 然后你会以为他就是真的那个 这对的对象 然后他就是跟你 发展的都很 很美好 很暧昧 很快乐 那你觉得这很像假箱 好 好 然后再来 In their head I can quiet a noise in my head OK 这已经很明显 我已经不知道讲的其实很明显 这个对象呢 他会 满脑子都只有你 那你也会是这样子的情况 因为你们这个整个感情给我的感觉就是太火热了 太快了 什么东西都像 破花一样 然后很快就接着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就太快了 快到我让我觉得有点 疑惑 如果这是真的吗 你可能也会这样觉得到时候 然后你也会觉得说 这个会不会只是稍纵即逝 就是 很快就过了时间 或的人 很快就过的人 你可能会这样觉得 所以 嗯 也许他这边要你注意的就是 整件事情发展太快了 然后暧昧的氛围太快了 是不是有什么东西需要去 再谨慎一些的 OK 我现在是没有看到谨慎的方向 是什么了 我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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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都看到了 little one pregnancy Want to have a baby in mature behavior children involved yeah 你们要注意的就是小心跟人的怀源 如果你是女生的话 那男生也是啊 因为你要小心女方会怀源啊 所以 太快了 真的太快了 你们这个赶火车的速度 一瞬间 本来人家一年可以做完的事情 你们一个月就做完了 那种感觉 YES 可能很多事情都 有点来不及准备 所以可能会出现像这种小孩子的这种事情 来不及准备又或者是什么什么东西 来不及准备 但我不知道是什么 反正就是什么东西来不及准备 感觉会有这种感觉 OK 好 哇 两张pation的是不是 Oh chemistry 那一张也是pation的意思 你看这边 Allow your heart and soul to sing with joy 你看这个 你们这之间真的是已经 在演那个什么 什么铁达尼号了吗 就是整个 太电影了吧 太那个 好 然后再来下一个 Healing family Jew 这一段感情呢 也会让你借机 疗愈一些你可能之前放不下的 感情课题 或者是家庭问题 因为我们的感情课题有可能源自家庭课题业力 所以你可以观察一下是不是有可能 可以借由这个端端器去疗愈 好因为刚刚的那个apology 那一张 是apologize apologize sorry 我真的是 不想再去查了 你知道吗 你们懂就好 这一个呢 刚刚刚有说到放下什么东西 所以可能这个突破也跟你放下家庭业力 或者是你一直以来的感情课题有关 好 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最后你会怎么样好了 哇 full moon completion 这张牌代表说你经历整件事情的最后状态 这个满月 哇你会觉得就是已经圆满了 那个什么wish come true 刚刚那一张 愿望实现 就跟这张牌蛮像的 因为你完成了所有阶段了 你已经达成所有东西 就是我刚刚我就说 人家一年可以完成 你一个月就完成了 真的是 太夸张 好最后几张建议牌 miracle and blessing everything has its gift 你可能会觉得这个 这太荒谬了 怎么可能那么快 但是这边又再度肯定 这就是你的愿望已经实现了一个 呃 奇迹 那所有事情就是把它当成礼物吧 因为这些事情看起来整个就是真的很像礼物很像奇迹 你跟这个人就是突然之间就 然后这火花一直爆开这样 yes 好 然后最后两张建议牌 prosperity a gift of harmonia is on your way your income is increasing manage your finances with love 虽然这段下面的话 可能跟这个不太相关 但是因为 我看的是上面这个prosperity 我会觉得 这跟刚刚说的一样 这一个事件呢 会是一个礼物 它是一个很丰盛的礼物 你就接纳它吧 就接受它吧 因为它已经在路上了 你也抵挡不了了 你都已经有感觉到这些鬼东西了 呀然后下面这张是 patience 有耐心 呃 耐心的去在行动之前 好好的静心下来 然后 相信一切都有它的指挥 这很像你们现在在 等的感觉 就是等这件事情发生 然后它发生之后就是很快啦 蹦蹦蹦蹦就满月了 就圆满了这样 YES OK反正这个passion就是 有耐心的等待整件事情的意思 所以这边 我在最后抽一抽这个好了 我看一下有没有针对刚刚说的 那个 要注意的 还有没有别的要注意的 又或者是有没有要再给排组 开图解释的讯息 不要因为内疚或因为你认为自己应该做什么而做决定 只有在你真实地面对自己时 你才能真实地面对他人 这个也许跟我刚刚所说的你需要放下跟疗愈原谅什么事件有关 就是maybe你在以往都是觉得 我应该为了这个人付出 或我应该为了这个家庭做打算 或我应该为了小孩怎么样 或我应该为了 为了谁谁谁谁怎么样 但是他这边说 你不用认为你自己应该要做什么而做决定 或做这件事情 当你真实地面对自己 应该要做什么 或者是我自己想要做什么的时候 你才能够真实地去面对他人 或者是去跟这个人表现 OK 最后的讯息了 好啦 这是大概就是你们排组4的内容了 你们接下来会是一点串的 类似炒锅的那种一点串 然后菜很快就熟了 花园很快就开了 我觉得最近那个 Britxeton 就是我在看的那个Netflix的那个剧 Britxeton的 前 好像是算 前演剧吧 因为他Britxeton有正 正 正片跟前演片 然后他里面就用 花园开了来形容 Stacks这件事情 我就觉得 呀你们很符合这边的东西 你们花园接下来就是会开满地 开满地 你们的花园 祝福你们 那 内容大概到这了啦 如果你有兴趣再看更多 你可以看我之前的影片 又或者是加入我的频道会员 每个月会员都有相对应的 聆听或者是塔罗相关的内容 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加入 那个会员的话 我目前开放的就是YouTube会员 跟Podcast会员 OK 然后跟你们宣布一下就是 上一部影片应该有跟你们提到 我在10月21-22跟10月21-22会去参加高雄的 流星音乐中心的室内市集 如果你有兴趣来的话呢 可以看一下我在上部影片去分享的所有 我会在白摊里面摆的所有东西 OK 那我们就下一个影片见咯 排组四 拜拜 嗨 这位组排组五 你们选到的是白水晶跟白月光的独角兽 你们的独角兽 我觉得可能有符合你们现在的状态 但我待会还是用牌咖来 我会再加强叙述你现在的状态 你可以自己验证一下是否属实 如果不属实的话 可能就不是你选到的牌 那如果属实的话呢 你就可以继续听下去了 OK 我觉得这个牌的能量 最让我感觉到的是脆弱 就是有可能你现阶段正在做一个更改 改动 调整的阶段 所以这个阶段的你比较在 情感上面脆弱 或者是比较 匮乏 好像不太确定自己到底真正要的是什么 或者是 自己真的应该怎么表现自己 OK 所以 所以这边才是白色的 就是感觉你很想要透过其他的颜色来去认知自己 但是现阶段自己还没有准备好 所以 有点 pale 就是有点 惨白 或者是有点 呃 不太确定的这种感觉 好 嗯 也感觉到的一种东西就是 沉睡 不知道也许你在情感上面真正的需求 可能现阶段还没有这么明显的表现出来 所以有些东西可能 还在沉睡中 你还不太确定自己的情感状态 真的要的东西 OK 好我再用其他牌卡帮你们验证一下 喔 诶这跟我刚刚讲的很像 cloud 白云 sharp shifting 就是你现在有很多想法一直在 嗯 我应该这样吗 或我应该要往这边走吗 或我应该要怎么样吗 或我应该要跟这个人吗 可能你在人生上或爱情上 可能都有很多种想法 导致说很多事情最近都没有一个定论 然后你也很难去 确定自己真正 未来会是怎么样 因为他就有连这张牌也是给出一个很矛盾的牌 就是 所有事情现在都还没有一个方向 直到你有头绪为止 所以 即使可能别人推你 或者命运推你 可能 你也没有办法往前走 因为你现在还没有头绪 就像个白云一样 但其实这种状态也没有不好 反而觉得这个状态更能够让你 去 有更多想象力 有更多空间 去 发展 因为有些人他就是已经满了 注定就那样了 但你们看起来没有 你们就是没有满啊 就是很空 然后还没注定啊 所以今天水位要到哪 就是你自己决定的 就有这种感觉 OK然后这边有一张是 Sexy lover Sexual chemistry Physical connection Deep passion Sexual learning 这个代表着说 其实你的内在是很渴望被挨的 很渴望去让别人觉得你是很sexy 你是很attractive 你是很有 吸引力的 就是感觉你是一个 很想要 让别人来让你 让别人来呵护你 觉得你很棒 你很美 你很帅 你很漂亮的类型 所以其实你已经很想要定下来 或者是你很想要有 这样子的人去溺爱你 宠爱你 OK 如果说这边讲的呢 跟你现在状态符合 那我们就来继续看下去了 看一下接下来你会发生什么 接下来有一个knowledge Learning lesson Expanding awareness 你可能接下来不会这么快的进入关系 或者是这么快的 就在感情里面 很确定 很知道那个方向 你可能现阶段还是会先处于一个 学习 或者是调整期 就是你现阶段处的这个状态 你正在 扩展自己的觉醒 或认知 你会开始发现 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或你 真正应该要的东西 OK 然后再 我们穿了两张cloud 这边有一张cloudy time confusion Ding are not clear worried self misunderstanding 对你现阶段真的有很多 不清不楚的想法 然后也不明白怎么会这样 或应该要往哪里走 然后可能 假设你现在有关系的话 有可能你接下来会在关系中 也有这种不明不白的情况 就是你跟对方没有把很多事情都解开 也没有讲开 导致说这个问题 或者是烦恼 或者是 这个不清不楚的处境越来越多 可能会这样 好没关系 这个就是一个过程 没关系 因为 什么 很多事情都是先从不清不楚 不明不白 再到很清楚 再到确定的 所以 呀我们继续看下去 再来呢 有well of change begining a new cycle a positive change 接下来这个就是会改变嘛 因为很明显的 我们刚刚就有说了 有 不清不楚 就有清清白白 清清楚楚 然后这边也很明显看到一个转变 会来临 这个转变呢 应该会带领你们走向一个比较清清楚 或者比较知道自己要怎么走 比较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比较知道到底是不是你对的人的这个方向 OK 好我们来接下来接着看这些感情排款 这个刚刚单一组又有出现 Pick up I'll pick up and be a true gentleman 这个pick up反而我不觉得是刚刚排除4的那个解释方向 我反而会觉得这是代表说你 可能有选择权 你在接下来是会有选择权的 去选说你应该要怎么做 可是这也要前提在你知道自己要的情况是什么 因为 他这边也有另外一个意思是说 如果你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你有可能今天就是被选择的人 你是等着别人来选你的 而不是你自己有优先选择权 所以一级就是你在感情里面可能会地位没有那么高 你会属于一个被动弱势的状态 所以如果说你想要在感情里面比较强势 比较有主导权的话 你可能就应该要有所想法 应该要慢慢的让自己去知道 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这样 好 然后下一张是 Let's keep things open Until we get to know get to know each other better OK 这个也是在讲说 接下来你不论会不会遇到对象 或是现在这个对象 你都应该要把事情去 摊开来讲 Let's keep things open 就是把东西都摊开 让彼此知道 我们彼此到底在想什么 与其这样一直就是不清不楚 不明不白 不如就是直接 坦诚相间 OK 所以也可能是暗示说你接下来未来就是会跟何个人有这种坦诚相见的时刻 好 PokerFest I don't want to review how I truly feel 这个应该是你们吧 或者是你的对象也有可能 就是我们刚刚也就说你会想要坦诚相间 你也会有这个时刻来临 没错你会坦诚相间跟对方 可是就是很矛盾啊 你还是很难去坦诚相间 你还是会觉得 我就是有自尊心 或者我就是没有办法 我就是很不确定 然后就会有一种PokerFace 有这种不可怜 就是感觉我还是很难去流露真情 感受的这种情感在 所以 你家人的感情真的是 变化挺多的 就是一下子这样 一下子难了 一下子就这样 一下子就难了 一下子可以坦诚相间 一下子又不行 一下子扔铺可怜 一下子又可以打开 哇 八点档 八点档 OK 我们继续吧 I feel the same way 然后还有这一张是outdoor Let's enjoy the outdoor Keep the simple and fun 好 在未来呢 你跟这个对象会有很多共同的相处感受跟时光出现 OK 你可能会跟那地方一起出去玩 又或者是你们可能单纯的一起出去 可能逛个街吃个饭也行 但是这已经足以让你们知道彼此的内心感受 彼此的 真情实意的已经足以让你们感受到了 所以 纵使你们可能 在接下来会跟某个对象有这种poker face 有这种不太想流露的情况出现 但 未来还是会开始有新的方向出现 你会开始跟这个人有新的约会 或者是有这种新的连结 OK 好 然后再来 chemistry there is a strong magnetic attraction here 以及 reconciliation someone from your past is returning to your life 我们刚刚所讲的一直都让我们觉得可能这个人跟你已经认识了 或者是 你们之前前几辈子就是相遇过 所以刚刚说的那个你接下来遇到的对象 应该是你之前跟他有故事的人 或者是你觉得很熟悉的人 那你们之间会有这种不通互相 感受到彼此心意的情况出现 OK 因为这个reconciliation也感觉这个人会重新想要跟你有个连结 重新又跟你想要有个新的发展 这样 然后再来建议排斥 leadership step into your leadership share your message inspire and empower others 我们刚刚一直有说到你如果真的不想要在感情里面属于被选择的 或者是 属于 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的人 那你就应该要有勇气去做这个 领先者 去做这个 主导者 你要比较明白自己要的是什么 并且去争取 OK 我觉得这边一直有一种争取 需要 去往那个方向走的感觉 这个感觉也可能暗示说你其他人生的其他面向 比如说工作 或者是人生的其他你想要的东西 可能你必须要有 行动出现才可以慢慢的有那条路出现 OK 这也可能是暗示你们的建议排 再来 focus on love look for the good in everyone OK 就是让你接下来呢会专心一意的在发展爱上面 而且呢你会尽量在每个人当中 都看到他美好的那一面 就是优点的那一面 所以 可能算是一个鼓励排吧 就是 你可以在感情里面看到最美好的自己 也可以看到别人最好的那一面 你就不会一直在 有更多负面的念头 或者是一直在做比较的行为了 好 然后在最后这一张是指 你度过整个 阶段之后的状态排 Lightening power OK这个真的 跟刚刚的那个cloud完全不一样 刚刚那个cloud是 我不知道会不会爱撒 我就是很不清不楚 不知道 随便青菜 然后现在这个Lightening的感觉就是 我要吃牛肉面 我要吃蛋糕 我要吃 肉燥饭 我要吃 呃 我要吃 麦当劳 那种感觉就是 你本来 随便啊 我转晚餐吃什么都可以 但是现在就是完全确定要有什么 所以你既然如果说你有走完这个旅程你有 渡过这个阶段的话 你会来到一个非常彻彻底底的明白 而且你会恨自己怎么没有早点明白 你会有点想要 赶快去做行动的感觉 所以你在 度过这个阶段之后 你会有很多行动力的出现 不论是你要不要跟这个告白 还是你想要更主动的去展开你的行动 就是会从模糊再到彻彻底底的明白 YES 我们来抽一下感情建议牌 最后的 我们用这张牌抽 给排骨5 什么感情的建议牌 OK 现在跳出来一张 互相批评 我刚刚是不是有说过 只会导致更不愉快的局面 欣赏并接纳彼此的本性 你们的关系就会生起一转变 我们刚才Focuslove这张也有讲到就是专注在那些好的 美好的 或者是 欣赏的特质 与其在批评比较负面 不如就是去欣赏这些比较有爱的 比较好的 比较美丽的那一面 所以 你们也许也是一个比较挑剔的人 就是你可能 表面说我不知道要吃什么 可是实际上人家问你那牛肉面吗 你说我不要 你说麦当劳吗 不要 鸡肉饭不要 这种人就是 你没有办法很明确的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可是却可以批评一大堆 这跟我很像 所以他说 不要 再这样子去 比较或批评 或者是 佛觉 不如 去接纳 欣赏 欣赏这个鸡肉饭 很香 欣赏这个麦当劳 其实也很好吃 牛肉面其实也还蛮不错的 蛮补的 那你们的关系呢 就会神奇的去转变了 OK 尤其是你接下来是相处的这一段关系 他会很明显的有改变的 OK 好 我想这边应该就是你们排入 5的讯息了 真的很明确的有指出一个方向 希望帮助到你 那如果你对于接下来的讯息还有兴趣 你可以再去看其他的占卜影片 因为我在以前 Po了蛮多爱情相关的影片的 OK 那么 如果你还有兴趣的话可以去 加我的 Podcast 与YouTube的会员 每个月都会有相对你的 塔罗或灵性的 内容 OK 那你可以 去看一下每个月都会有 什么样的 详细的相关资讯 我都有发在那个 如果你要 你要加的话呢 我会有那个 你进去就看到内容是什么了 我会有更详细的东西 OK 那还有在10月21、22跟11月11、12呢 会在高尘流行音乐中心摆摊 然后主要就是摆一些 零摆类或者是像这种 树枝类的作品 还有水晶类的作品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欢迎来找我 那我们就下一部影片见喽 拜拜